而且今天我們來介紹這次7月1號韓服新登場的角色 在影片後面有本次更新的新舊時裝 當然曾經是監督世界的神靈之一 也是財富和繁榮象徵的女生 更是藝術與精緻品味的術精演奏家 輔術光屬性的角色財富女生艾莉洛 而她的組隊能力在角色等滿圖滿的狀態下 技能傷害加了40% 光屬性攻擊加了25% 戰鬥開始時,護盾加了10% 技能傷害在這裡又加了10% 武器技能恢復速度加2% 依上述來看,組隊算是相當有光胖性 不過因為有光屬性攻擊加成 還是組個光屬性隊伍才能完全發揮她的完整性能 那艾莉洛可裝備武器為籃子 一般攻擊核權,彈奏優美旋律對敵人造成攻擊 並恢復隊伍角色的生命HP 攻擊方式基本上跟水妹比安卡差不多 都有恢復HP效果 也一樣有穿透障礙物效果 比較不同的是艾莉洛的普通攻擊呢 單體不具有穿透敵人效果 但蓄力攻擊是扇形攻擊 且具有穿透敵人的攻擊 連鎖技能祝福送哥是以所有狀態轉銷成狀態 以天賴的演奏增加隊伍角色持續5秒的30%攻擊力 並降低敵人光屬性抗性30% 特殊能力和諧,當隊伍內有光屬性角色的時候 受到敵人傷害減少20% 並隊伍內有一名光屬性角色隊伍攻擊力加了5% 最多可以加到20% 不用說了 根本就是為了光屬性隊伍而生的 而艾莉洛的專屬武器 戰美獅 在等版圖滿吸滿的狀態下 鳥山攻擊力最高可以到2944 那 光屬性攻擊736 治癒效果1032 武器技能恢復速度加了20% 生命HP加了20% 防禦力在這裡加了16% 在艾莉洛的裝備戰美獅時 核旋攻擊傷害加20% 當命中敵人時會用音符標記敵人3秒 如果沒有被下一個核旋擊中 那被標記的敵人會受到音符的爆炸傷害 武器技能榮耀花耳之 DPS攻擊265% 那武器恢復吸力時間為8.5秒 使用三波攻擊對敵人造成傷害 並使敵人陷入受傷狀態 如果你想組個光屬性隊伍 那麼艾莉洛是可以考慮入手的角色之一 並且是光屬性隊伍2奶的位置 尤其是在專屬武器上 因為以專武的數據來看 除非你想帶艾莉洛打競技場 不然裝備一般籃子就可以了 只是他在打的沒有那麼痛而已 畢竟他專屬是在2奶的位置 當然如果有專武的話會是更好的 但是在配對上如果你的光屬性角色沒有那麼多 那麼就先暫時等一等吧 因為比他襯子的奶媽多的是 好那今天的角色就解說到這邊啦 後面還有本次更新的新舊式裝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把我按個讚 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